大家好,我是Stan 去年出演Kinmaru恰恰恰后 登上一线男演员的Kim Sonu 因为在Kinmaru最后一集播放当天 被前女友爆料私生活而形象大会 虽然之后被爆出了很多前女友的反转内幕 给Kim Sonu还了很多清白 但是在综艺185日下车 两部电影召唤角色等演艺事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而之前持续更新的IG 也停留在2021年10月17号 Kinmaru恰恰恰的剧照 然后在7个月后的5月8号 Kim Sonu更新了IG 因为我的不足让大家度过了辛苦的时间 真的很抱歉 今年生日也收到了大家过度的祝福 传递给我的心意会好好珍藏 成为能够报答大家姻缘的演员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谢谢你回来 在现实生活骂Kim Sonu的话 就会被当成是奇怪的人 只有在网路上会有人骂 我觉得Kim Sonu是受害者所以姻缘他 私生活自己解决就好了 不能因为是一人就被骂 而且那女的也被爆出了很多谎言 最好笑的是这女的被闺蜜们爆料了 是有多严重的话闺蜜们会那样呢 过行的人希望你们的女儿都能见到Kim Sonu这样的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Kat7的惊人消息 合约到期后 成员们各自办到不同公司的Kat7成员们 在离开JYP娱乐的那天开始 就不断地展现了K-POP组合合约到期后的最佳模范 而在5月6号 为了完全体回归的Kat7 更是开通了新的官方IG账号 Twitter账号 以及新的logo 本来还很后期回归的话 预告片会上传到哪里 竟然重新开设了 全员都到不一样的地方签约后 能这样聚在一起也很神奇 还拿到了这个账号 这家太神奇了 这真的可以吗 的标本 出新的的话一定要去听听看 重新开设官方账号 真的太像Kat7的作风了 好喜欢 Kat7这个账号是怎么拿到的呢 拿到Kat7这个账号是Tabak 但是更Tabak的是 Kat7 is our name That's our name Kat7这一连串的形成 真的是给了所有K-POP粉丝们新的希望 Kat7继续亲近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5月份 女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谢谢 29位 Signature 28位 Fx 27位 EXID 26位 Labum 25位 Ladies La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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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th La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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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位 维克里 19位 可尔斯特 18位 普罗米斯乃 17位 艾普里 16位 艾ミックス 15位 ケ플러 14位 브레이브걸스 13位 伊달의 소녀 12位 소녀시대 11位 妈妈姆 10位 瑞瑟핀 9位 艾핑克 8位 エスパ 7位 オーマイガー 6位 トワイス 6位 トワイス 5位 레드벨벳 4位 宇宙소녀 3位 Blackpink 2位 妖加艾德 5位 女團排行一位是艾布 最多相關關鍵詞是 完美 魅力 毫無障礙 Lobodive Peerboard YouTube 曾富平分析結果 正面評價占76.33% 12位 阿姨 祝全天下所有的母親們 母親節快樂 好